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次的角色叫楊一正 之前的前身就是飛虎堆動了G4的特工 現在出來做一個保安公司的主任 真的要尋找一些街上的感覺和回憶 就是做這個角色 譬如你眼神 你怎麼去觀察四位的東西 我和徐榮 或者是陳國鋒一班人 一個隊形去保護張國強的時候 很有那種感覺 因為你知道他們全身形都很健康 大家穿了西裝一起去拍那個陣營的時候 其實那個真實感挺強的 阿傑鐵人做先後部隊 又會看看環境 然後就在外圍支援 我和中秋二號負責送掌生去會場 看一個角色的名字 已經知道有少許他的性格 誰知道很正正 很講規矩的一個人 都會藏起自己 當他遇到李佳心之後 他又會把自己有些東西可以放開 人家說你做了壞事不承認 你又懶得高鬥地不去解釋清楚 到別人在不知道真相情況下做決定 你又還別人質素低, 不值得你留下 想不到你會這樣看我 這樣看你? 原來看來是你對我有成見 不是我對你有成見 這次的角色是尤子晴Charlie 她的性格是活在當下的女生 她很隨心 對於各個世界都是充滿好奇的 這一類女生 基本上她認識馬德中 這個男人之前是不用打工的 也不用為錢而受的 就是因為她想了解這個男人 所以才進入了她的公司 一起工作 當遇上之後, 大家有感覺 愛上之後, 牽涉到她的兒子 由她討厭我, 變成朋友 再產生矛盾 因為起初我們的相遇是一個誤會的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壞的年輕人 你沒事吧? 誰讓你這樣罵我媽媽的? 我說的事實而已, 你還沒成年 你任何行為父母都有負責任 你別說得像幫我一樣 什麼教授, 什麼走歪路 你呢?只是怕被Terry Staddy罵 你怕失去了工作 你這樣搶人的電話罵人家媽媽 有多適合? 對, 一定要不會尊重人 跟Rico當我兒子 最初看到都會覺得 不要住, 我要點時間 你不要叫我媽媽住 到後期, 到之後合作 了解了, 帶了很多火花 還有一些新鮮感入套劇 你有沒有照片看? 什麼照片? 我請了她吃檸檬了 為什麼? 為什麼? 又是你說不要隨便幫你找Daddy 對, 千萬不要隨便 千萬不要找Peter和David的渣男 真的很無謂 我是想你開心的 總之, 你覺得同樣有發展空間 你記得帶她回來見我 我覺得特別的題材 其實挺現代感 看我們這麼多的演員也足夠了 除了愛情之外 也有一段親情 不同關係的父子和母子情 都在裡面 都是一個輕鬆搞笑的形式去表達 所以都是適合一個合家歡的電視劇 到連機所以 puedes找到 一圓便宜的電視劇 誰可以找到電視劇 你的電視劇